大家好,离过年还有几天,在这里遇见小厨娘,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,万事大击。 今天用三个松花蛋和两根黄瓜,为大家分享一个,是我每到过年过节时拿手的逼做菜。 清淡未美,爽油又健康,黄瓜脆爽入味,越吃越香,好吃又好看,过年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哦。 做法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然后锅中加水,把松花蛋洗干净放进来,盖上盖子开火把它煮熟。 这个时间准备一个大碗,把黄瓜放进来。 火上面撒入一勺石容茄,再放入一勺石容盐,给黄瓜进行消毒杀菌,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。 因为黄瓜是现在反季节的蔬菜,菜笼在运输的过程中,上面都没少抹药。 放入石容茄,能洗掉黄瓜表面的农药残留。 我们细心的把黄瓜洗干净。 然后再拿到流动的水下面,冲洗干净即可。 然后把洗干净的黄瓜切头去纹。 然后另用一个削皮刀,用手捏着黄瓜的一头。 像这样,把黄瓜削成一片一片的。 我们在削的时候,家人们一定要小心哦,千万不要碰到手。 这样很轻松的一片黄瓜就削下来了。 大家看一下,把每一片都削成像这样,薄薄的厚片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取一片削好的黄瓜。 从上往下把它卷起来。 卷的时候把它卷紧实一点。 上面接着再卷上一片。 把黄瓜片都卷成这样就可以了。 像一个扁炮的形状。 然后把卷好的黄瓜给它摆个造型,爱心出来。 中间放入三个洗干净的千洗西红柿。 黄瓜掰好,放入盘中备用。 然后把煮好的松花蛋放入凉水中冰一下。 这样在剥的时候,很轻松的外皮就剥掉了。 大家看一下,好看吗? 然后再把剥好的松花蛋,一分为四。 接着再把切好的松花蛋,摆在盘子的一边。 把这个爱心圈起来。 摆好之后,放到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几个大蒜,把它拍一眼。 再改刀,把它切成蒜末。 切碎,放入小碗中。 红辣椒,切成小丁放进来。 放入半勺白芝麻。 适量的辣椒面。 上面泼上一勺热油,激发出它们的香味。 放入适量的盐。 鸡精。 适量的生抽。 少许的香醋。 再来点蚝油。 芝麻香油。 最后再放点凉麦开。 充分地把它炒拌均匀。 一道万能料汁就调好了。 接下来把调好的料汁浇在我们摆好的松花蛋上面。 黄瓜上面也放上料汁。 这样吃着脆爽酸辣美味。 美味继承。 美味继承。 一道非常好吃又好看而且寓意又好的黄瓜就做好了。 我们上面放上红辣椒,把它连成一圈,寓意红韵连连。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,红韵连连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动动你发带的小手,帮我点赞,转发,收藏,评论一下。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,讨个好兆头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